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麦杜 这里是西门 我目前在新加坡待了大概四年半 然后现在主要工作是在学校里面 然后我把摄影当作我的副业 也算半个自由摄影师 我的话现在是已经在新加坡15年了 也是这边的永久居民 目前自从去年在这边当完兵以后 就一直在做全职的自由摄影师 最近大家也都知道冠状病毒肆虐全球 然后新加坡也深受击害 被虐得挺惨的 那行 我们就聊聊疫情 对我们这些自由摄影师有什么影响 西门来讲 西门是这里的永住 先从 你家里有房子是吧 对 大老大老 我现在目前是有工作 但是我是住房子在住 所以我问一下你 你就是做自由摄影师 那你拍的主题主要是哪些主题 如果像之前的话是拍的女拍是最多的 然后就是拍一些房地产会比较多 我做自由摄影师呢 主要拍摄也就是女拍 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接了一些女拍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我会拍一些菜品 去就是拍餐厅的一些菜单之类的 然后呢可能会接一些活动拍摄 比如说一些公司有些活动 年会 一些公司的年会我也有拍过 OK所以呢就是疫情之前大概每个月的收入有多少 反正是够吃够喝 还自我感觉不错 能有三千吗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有三千啊 因为我之前尝试过做半个月的自由摄影师 然后呢差不多也是收入大概是1500 在新币左右 但是呢我要付房租 这人不用付房租 所以说如果他就是 在正常情况下 全职的自由摄影师的话 可能是收入大概在三千到四千左右 是吧每个月 就是我们讲新币啊 然后呢疫情之后呢 嗯 知道什么叫没有收入吗 真的是零收入啊 反正是就是很接近零收入了 真的已经是 反正就是你本来你自己就不敢 太往外面跑去拍片子 不管是拍什么片子 甚至出门 有段时间都不太敢出门 尤其是在室内更难受 所以说在外面的话可能好一点点吧 就会 反正反正旅拍是肯定是拍不了了 对 包括新加坡的政策 它已经不让中国的游客进入新加坡了 就是你办签证你都办不了了 对 所以说因为我们这家旅拍主要面 主要的客户都是中国游客 都是中国对吧 都是中国游客 都是中国游客 都是中国游客来 然后现在的话一下子旅拍就完蛋了 完全就是暂停 就旅拍已经完全是零了 其实之前如果你要想接旅拍 有一段时间 只要你想接每天都有 是的 对吧 这东西还是稍微有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 就例如这次这个疫情 一下子就把这个数量是 变成零了 就直接是 就是完全不可以了 就旅拍这一项就是完全不用去考虑 对对对 然后呢 对于我来讲 就是包括一些活动 我也是不敢去拍了 对而且而且不光是 你看这种大型活动 他也在新加坡也要取消了 对对对他自己 首先自己也会取消 然后呢我们 就算有 你敢去拍吗 我也得再想多一次 对 所以就是自从这个事情之后吧 我就可能我再次去想 对我们也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聊 对 就是拍人的话我觉得 一是会遇到各种情况 二是而且不是特别稳定 不是特别稳定 对对对 而且毕竟个人可以给住的钱 还是有限的 很有限的 所以说我会想说跟多一些公司 或者是房地产商啊什么这些的 他们合作去拍屋子的话 会好一些 我们所以说 就经过这次疫情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不能活得太安逸了 对 我们还是我们就在考虑转型 一定要转 而且最好不要是2C的 不要不要去to customer 就直接to business to customer他们给你的钱也有限 你想一个人他就是你帮他拍照 然后他愿意给你多少钱 除非是像婚礼这些 他一辈子就一次 对除非婚礼 就是除非一个记录 为了记录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那当然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一辈子可能就一次 所以说这种是肯定是不一样 但是但是像别的情况 就例如你看我们就旅拍这个 直接是从多少直接变成零 这是一瞬间的事情 真的是 所以说就是这是疫情 也让我们作为自由设计生 我们也会去想他们 真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想转型 一定是要转型 更偏向就是商业或者是拍产品 拍产品 就是这些公司可能他会有一定的 拿出一些budget 来做这方面 来做摄影这方面 来做摄影这方面 包括后头 包括影片 我们现在就一块 等于要转个型 这个肯定是要转型的 反正我觉得拍产品可以 拍产品拍 拍菜其实也ok 可能 我觉得拍那个房地产也是ok 我现在可能会更专注拍房地产 这些的相关的吧 反正是之前我做的视频也讲到就是 做摄影呢 是有淡季和旺季的 然后呢 现在已经变成寒武季了 这个已经是冰川时代了 真的是冰川时代了 真的是冰川时代了 我虽然现在还饿不死吧 是不是 但是问题是要多久 如果这个东西持续两个月 三个月 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一定要转个型 所以我觉得这次疫情 也是对我们一个考验 也是让我们思考了很多 所以说呢 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 我们这个摄影的职业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地方 反正现在我目前是没有答案 但是这个只能通过我们 就是不断去思考 不断去尝试 OK